5月武汉城郊备案前20的楼盘有哪些 这些楼盘销量怎么样 第20名 位于汉阳赫山板块的汉江云赫 本月共备案了50套 该楼盘在二环内自带商业配套 小区东边为京广县 会有一定的噪音 同时户型分布成扇形 两边户型日照采光受影响比较大 第19名 位于汉阳四新的中关村动漫城 本月共备案了52套 该楼盘近期可受房源很少 备案数据估计是前两个月的城郊 楼盘位于四新的中心位置 地段很不错 不过楼盘体量比较小 开发商在武汉只有这一个楼盘 交付的品质位置 第18名 位于盘龙城汤云海附近的山海关 本月共备案了60套 该楼盘周边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南面看湖 同时性价比也比较高 单价8200起 不过楼盘离地铁口还是蛮远的 超过了1.5公里 还是有点不方便 第17名 位于东西湖吴家山旁边一点的卧龙万城府 本月共备案了62套 该楼盘的价格 由之前的13500调整到均价10500左右 性价比还可以 楼盘距离地铁1号线和6号线都很近 周边环境也不错 只是小区乘1自行排列 感觉不是很好 第16名 位于江夏区文化大道板块的金融街金月府 本月共备案了62套 该楼盘主打楼盘品质 玻璃幕墙外立面 以及林湖而建 吸引不少江夏区的改善客户 以及光谷的外溢购房者 第15名 位于菜店黄金口板块的金帝国际城 本月共备案了66套 该板块的优势是离汉阳中心区域比较近 同时地铁4号线及站路即可直达王家湾 中家村等区域 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当然黄金口板块目前的配套还是挺差的 第14名 位于青山区 鸿岗城板块的华侨城红房 本月共备案了67套 该楼盘有着很不错的学校配套 同时该板块目前只有这一个楼盘 这也成为在青山区买房必看的楼盘 第13名 位于东西湖区长青花园板块的美联澳公馆 本月共备案了69套 该楼盘附近的学校 地铁配套和永望商业配套都很齐全 同时 小区容积率比较低 有一部分房源是小高层 居住舒适度不错 缺点就是价格有点高 单价在16000左右 第12名 位于光谷关山板块的中建大公馆 本月共备案了72套 该楼盘一直是整个光谷的热度楼盘 整个楼盘体量很大 目前已经是最后清盘阶段了 板块内的配套除了没有地铁之外 其他比如学校 商业以及人气都是不错的 第11名 位于江夏区庙山板块的澳门山中二七 本月共备案了75套 该楼盘不属于光谷 但是距离光谷的关山板块 以及金融港都很近 相比光谷的价格 该楼盘11500左右的价格 还是降低了很多人的购房门槛 至于交通不方便 有高铁噪音等不利因素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接下来我们进入前十名看看 第十名 位于江岸区东后湖板块的龙湖天耀 本月共备案了76套 该楼盘应该说是整个后湖品质最好的楼盘 龙湖的品质以及装修标准 加上楼盘自身的九年制育材系学校 和大型的商业综合体龙湖天街 后期应该会成为后湖的地标 缺点就一个 那就是比其他楼盘要贵 第九名 位于菜店城区的中梁祥云地铁小镇 本月共备案了76套 该楼盘体量比较大 一期现房给大家带来不少惊喜 小区园林景观 以及楼洞外立面看起来都不错 同时 小区规划了九年制的学校 以及绿化公园配套 这也是菜店区为数不多的优质楼盘 缺点就是菜店城区离主城区距离上实在有点远 第八名 位于红山区白沙洲板块的中建博公馆 本月共备案了94套 该楼盘也是白沙洲板块体量比较大的楼盘 一期已经交付 口碑评价以及小区绿化做的都不错 二期加推了二号楼 单价16000左右 还是吸引了不少购房者 缺点是 二号楼是总高55层的超高层 第七名 位于汉阳四新板块的城头荣创国博城 本月共备案了96套 该楼盘一直是整个武汉的销售热点楼盘 目前价格相比去年上涨了近2100平 不过15800的单价仍然是三环内比较低的价格 加上楼盘基础的配套 无论是学校 地铁以及山姆会员店商业配套都很齐全 缺点是靠近三环线以及未来规划的西五高铁 后期会有一定的噪音影响 第六名 位于黄皮区盘龙城板块的天会龙城 本月共备案了97套 该楼盘也是盘龙城体量最大的楼盘 共分了12期开发 整个小区特别大 上个月该楼盘的七七青盘优惠 价格从原先的9500左右 调整到8500左右 七七青盘的优惠力度还可以 该小区的最大缺点是离地铁比较远 其他方面都还好 第五名 位于东喜湖三店板块的华润24城 本月共备案了104套 该楼盘最大的两个缺点是 一没有地铁 二小区楼有两栋人才公寓 后期会影响居住的体验感 其他方面 比如学校配套 小区园林绿化以及户型设计 都是很不错的 第四名 位于黄皮区盘龙城板块的地大预警城 本月共备案了106套 该楼盘目前在售二期 楼盘距离地铁大概700米距离 周边有学校 钟摆仓储 以及奥特莱斯等生活配套 日常生活基本上不缺什么 非要说缺点的话 该楼盘的外立面一般 看起来比较丑 第三名 位于东西湖林空港板块的新城跑里郡 本月共备案了108套 该楼盘也是林空港板块体量最大的楼盘 分三期开发 目前在售最后一期 相比前两期 三期更靠近地铁 户型设计也做了升级 价格方面也比较有吸引力 单价9200左右 比周边楼盘都要低很多 缺点是 该楼盘一期交房所呈现的品质非常一般 有点环件房的感觉 第二名 位于京开区转口中心区域的 招商未来中心 本月共备案了123套 该楼盘同样也是京开区体量最大 规划配套最齐全的楼盘 无论是户型 装修标准 以及学校和商业配套 都是京开区第一梯队水平 缺点就是交房有点晚 最后第一名 位于东湖高新区 左领板块的尾棚硅谷小镇 本月共备案了230套 该楼盘排名第一 很多人是没有想到的 主要原因是武汉新城规划的落地 给了不少信心 加上该楼盘也是 左领板块体量最大 规划配套最齐全的楼盘 楼盘引进了育材系的学校 小区内规划了非常不错的 园林水井公园 后期居住的舒适度 估计也不会差 要说缺点的话 该楼盘规划的商业和产业 什么时候能落地 还是个未知数 最后 永哥统计本月成交备案靠前的楼盘 主要体现了目前武汉市场楼盘的热度情况 具体每个人买房 还是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而定 关注我 为您选好房 私信我 带你实地看房 专注做好一件事 为您选好房